新加坡,这座以科技与创新闻名的国际都市 近日又迎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全球电竞巨头雷蛇宣布将在新加坡设立人工智能卓越中心 计划在未来一至两年内招聘约150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 包括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以及游戏开发人员 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在游戏开发中的应用 这项计划由雷蛇与新加坡数码产业发展司 Digital Industry Singapore合作推出 后者由经济发展局、企业发展局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联合成立 旨在推动本地数码产业升级 雷蛇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陈明亮受访时表示 公司将优先考虑招聘本地人才 同时也会从美国和中国等人工智能人才聚集地引进海外专才 他说我们正在积极引进海外顶尖人才 协助在新加坡建立强大的人才基础 目标是在未来一两年内招募150名专业人员 雷蛇成立于2005年 在美国尔湾市和新加坡设有双总部 2017年公司在香港上市 成为首个在海外上市的新加坡电竞公司 尽管在2022年推市 但其玩家粉丝遍布全球 除了硬件产品 雷蛇也拥有覆盖全球超过2亿用户的游戏软件平台 推动电竞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 为行业注入创新的动力 此次落地新加坡的AI卓越中心 是雷蛇计划建设全球互联AI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未来在欧洲与美国设立AI中心奠定基础 进一步拓展其全球布局与协作能力 新加坡本身就有着独特的地理与政策优势 它位居亚洲核心位置 是连接东西方市场的枢纽 而且新加坡政府一直对数码产业升级 与人工智能发展给予高度支持 你可能想不到几年前新加坡政府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就超过10亿新币 此外新加坡吸引了超过100家AI相关企业入驻 包括谷歌、微软等头部科技公司 这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地点办公室 而是选择了一个能够提供持续创新能力的战略节点 在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揭幕当天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到访参观 他指出政府鼓励企业不仅在边缘项目中试验AI技术 还要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业务核心 应用于产品开发、服务交付和团队运作的各个环节 杨部长举例指出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游戏行业非属经济核心 但事实上许多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图形处理器GPU 最早正是为游戏设计的 他强调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进各行各业 未来的竞争力将取决于企业能否把AI应用在核心价值链中 在中心启用当天 雷蛇的技术人员现场展示了AI品控工具 质量保障助手Racer QA Companion的功能 该工具目前已在超过50家大型和独立游戏工作室中适用 能自动识别游戏开发中的漏洞与错误 雷蛇人工智能产品营销经理刘小薇指出 这项工具可协助开发团队降低约2-3成的制作成本 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游戏测试约占开发周期的40% 成本高且仰赖人力 该工具有望将测试时间缩短一半 雷蛇的选择实际上也代表了一个更大的趋势 人工智能产业在新加坡的迅速崛起 从经济发展局到企业发展局 再到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推动AI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 早在2019年 他们推出了AI发展国家战略 旨在培养本地科技人才 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到此入驻 现在这一战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雷蛇与新加坡的强强联合 不仅会推动电竞与AI技术的突破 还将为人工智能的全行业渗透创造更多可能 从电竞设备的升级 到行业整体的AI革命 雷蛇迈出的这一步 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 也可能成为整个科技行业的一次巨大飞跃 正如新加坡所体现的 创新不只是大胆的想象 更是一步步扎实的行动 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认为人工智能会如何改变游戏行业 它是否会成为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超级风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前行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